4月1日,4月1日上星期停了一个星期,有朋友问上星期何时做节目,可能他没有看第二节, 第二节就要告诉大家,上星期因为不在香港,停了一个星期,停了一个星期,今天4月1日就回来了, 4月1日今天好事,好笑头,一开始就升了很多,升了几百点,升了几百点就皆大欢喜, 现在好像未出到街,等等,今天看到,看不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好,重新再来,好吗,没看到, 可以吗,都是不行,好,找技术人员, 好,原来可以,不过呢,差了三十秒,真是差,没关系, 差了三十秒就没所谓了,4月1日再来,好,4月1日, 那样今天恒指就升得很厉害,那继续是, 那继续是,随我们之前的那个目标,就是迈向这个29000, 8至3万点那个目的地,那这幅图又是,就是看得臭了, 这幅图又是重复了一次,可能很多新朋友,就是看我们节目的, 这三条蓝色线是什么呢,那这三条蓝色线呢,就是一个恒指,一个通道突破了, 大概在一月尾的时候,那接着就纯粹用很简单的形态, 那这个目标,可能就将那个高度,只不过是将它翻一倍, 那你说,喂,这些是你自己的一个, self fulfillment,那当然是的,那这个就令到, 有私都没有去买和摆止蝕的一个方法来的嘛,那当然是的, 那我当然希望它能够根据这个惯性, 而去到一个形态的目的地,就是,这个我所说的, 是2万9800至3万点的位置了,那这个位置呢, 那这个位置呢,是的,在我们1月2月头的时候, 都应该,1月1月2月头呢,都应该project了, 那希望可以继续,啊,继续来着的时间呢, 就朝着目的地进化,那上个星期呢, 就虽然没有节目,但是上个星期, 恒指曾经上去2万9400,呢, 接着有几天是下跌下来的, 就是上个星期是5、4、3、2、1, 上个星期是1、2、3, 那尤其是上个星期初呢,其实是危险的, 因为呢,都是gap down, 就是gap down,用一个列口, 接着向下跌下来,那那天呢, 我都post了,在Facebook,在我们图表海人节目的Facebook里面post出来, 如果有个市场有暗涌的话, 都要塞下去,就要转身转得很快, 那为什么呢,因为, 将回国当时上个星期初, 这个列口低开而接着下来, 这个就真的有机会是起应的, 因为是一个倒营的, 整个东西放在上面, 整成为一个倒营在顶上, 接着呢, 就两边有两个列口, 接着跌下来, 那这个就很差的, 所以呢, 就在上个星期的2, 我都post出来, 很重要, 这天, 要小心, 恒指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随时呢, 就是, 会一, 拨住上个星期三, 如果是拨住黑棍, 刹下去呢, 就很异一下, 好不错呢, 在星期三呢, 出回阳粥, 那当出回阳粥的时候, 在星期四呢, 都是出阳粥, 那我就post出来, 跟大家讲, 这个危机应该已经过了, 那结果呢, 就, 不止危机过了, 那也都是重拾这个, 这个升跪上升了, 今天创新高, 非常好, 那我就有利益申报, 我就是63321,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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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曾经见过三仙几的, 三仙几, 三仙几, 其实, 我四仙八买了, 三仙七, 我的斩头输了, 二十几%, 跟着, 当它这里, 不穿上来, 我又五仙八, 我就入回, 那刚刚今天, 走了, 一毫一仙, 一毫一仙五, 是的, 0.151, 0.115, 在那里, 走了, 跟着, 就吃了糊, 吃了糊, 因为这症, 始终, 它动了一点, 反应就很大, 所以, 今天, 夹上去的话, 就先踢了糊了, 但你问我, 后市是否玩完呢? 不是, 因为, 今次这样上得来呢, 反过来, 今天是裂口又高开, 又多个向上裂口的话, 那我这次呢, 应该是, 有力再创新高, 即是说, 这一个礼拜, 那为何这个礼拜, 我还几有信心呢, 那除了六, 三三二一, 或者看回之前, 看回之前, 上两集, 除了六三三二一之外, 还有一只, 五七八八三的, 那两只牛症呢, 当然, 六三三二一, 就远一点, 就卸不到, 那就, 不知五七八八三, 就卸到, 上次刺下来那一只, 有机会卸到, 应该卸不到, 应该卸不到, 因为那只是二万五千五的, 应该是, 上次刺下来都没那么低, 二百八千五, 都没那么低, 好了, 那就, 今天呢, 就推介多一只, 除了恒子牛之外, 我呢, 推介多一只, 这个, 交易所, 港交所的牛, 第二次选股那里, 我就会跟大家讲的了, 好了, 有十个人往上, 在线上, 问股票的朋友, 麻烦你, 为什麽可以呢, 在Youtube, 我再發另一条link出来的时候, 准备一下, 就在Youtube的link里面, 就拋出来, 就尽量可以解答你, 关于你自己的选股, 究竟在技术上怎样看呢, 就可以在那里回答你了, 那就好了, 首先讲大市先, 大市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 跟我们一月底的预测, 步向这个, 二万九千八至三万, 方向不变,筹力不变, 如果今天这支棍就很好, 因为裂口高开, 我相信, 如果纯粹以几条阻力线的话, 应该明天很快会见到, 二万九千七五, 二七九五零, 很快, 我认为明天升到一二八点, 应该是不难的, 因为今天, 不是那麽简单, 除了升之外, 今天成交量是很充足的, 其实今天, 不是那麽简单, 除了今天成交量充足之外, 其实上星期五, 都是很充足的, 等一下我给图片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上星期五, 我都post了出来, 在Facebook, 在我们图标学人的Facebook专页, 因为付费好人才能看到, 当然, 见到戒备已解除, 现在应该再抽上去, 我弟弟都买了那只牛症, 就是这样, 因为今天应该是来的, 下星期五, 应该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那什么蛛丝马迹呢, 现在给你看看, 好了, 将图表给你看看, 恒新指数, 第一幅先, 刚才我说电视机, 你觉得可能会小幅一些, 这幅会大幅一些, 就是现在我打圆圈这个位, 这个就是恒指图, 大家看到这三条线, 说到口都抽, 直播也看到我铺了这幅图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自从一月底, 这里生酸了之后, 整个图说, 被知就要步向这个目的地, 现在越行越高, 那就快去到了, 又是那句, 到目标怎么算呢, 到目标就平了仓, 吃了糊片, 你还想怎样, 三万三千点, 接着三万五千点, 接着四万点, 不要发梦, 梦来的, 不现实的, 好, 这个恒指图, 有几个很重要的变化, 第一件事就是, 形态继续上升, 第二, 上个星期初, 曾经出现了一个裂口低开, 很有趣的, 你看到我, 虽然是裂口低开, 但是两个低位, 都是跟上一次出现, 我说的那个气阴, 那种情况, 都是刚刚在EMA线附近, 低一点, 就转回阳烛, 就开始01升浪, 上次也是这样, 是吧, 一路上升, 你看到我箭嘴一直指着, 一路上升, 升到出现了调整, 以裂口低开调整, 调整之后第二天, 出现穿刺线一个组合, 接着被那条EMA线拖转, 接着推回裂口上去, 接着再飙了一阵新高, 今次一模一样, 裂口跌下来, 出现了低位, 出现了好似一粒, 这个不是叫墓碑, 这个是, 这个是, 写的名字突然挂在后面, 不好意思, 我记不出名字, 这粒, 是否, 是mute hammer, 不是, 是否多着, 不是, 不要紧了, 出了红的阳烛, 接着第二天出了阴烛, 这两个组合, 都不是那么, 就是有什么大啟示, 但是有暗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虽然是, 在那条EMA的楼下, 但是第二天呢, 它出了阴烛, 那就不多靓了, 是吧, 因为第三天就有机会出了阴烛, 摘下去, 那就是, 痕之就很难搞, 但是呢, 上周三出了阳烛, 这些阳烛, 这些很重要, 这些阳烛,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周四那支, 因为周四是收穿那条EMA的平均线上面, 接着呢, 我周五的post出来, 说买回了, 就是这支阳烛, 应该将会再推上去, 就是这支阳烛, 我圆圈住周五, 这支阳烛, 为什么呢, 周五见不见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我经常在我们选股期里, 我经常和大家说的, 转向, 转向军, 就是一个转弯的组合, 兼甲, 实体不粗的, 而实体不粗的情况之下, 大成交, 大成交, 大成交是什么呢, 大过了基本上它的平均线, 大过了14天和9天平均线, 成交两个平均线, 第二, 高过了先前那两支阳烛, 所以呢, 星期五那支阳烛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所以我就说, 为何周五我post出来, 我说, 来了, 要买回那些, 牛证啊, 或者是, 那个迷, 那个再, 先前, 星期一, 星期二跌下去的风险已过,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呢, 你说, 出支这么厉害的, 那支阳烛实体都不是很粗的, 都是gap up的, 那, 好事啊, 所以今天就gap up了上去, 所以星期五呢, 如果你纯粹很简单, 用这个阴阳烛再加上成交量, 这么简单的方法, 就已经告诉你, 今天这五百点呢, 都几大机会你会捉到, 那就是, 那当然你当然买些杠杆大那些, 大倍数的牛城, 那就更加, 更加, 更加着素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讯号, 那就是形态第二个, EMA第三个, 那所以呢, 恒指在未来的日子呢, 都应该是, 可以高一些了, 继续再朝目标进发, 对不对, 这幅就是刚才说的那幅, 那今次的目标是多少啊, 那今天, 纯粹以这个形态, 我们将这条蓝色线, 那刚才我们电脑, 就是刚才我拍出来的电脑, 你们看到了, 这个平衡通道, 将它去project, 同样高度的话呢, 再将它伸延呢, 大概是29,880至30,000点之间啦, 那就去到, 那有些人会问, 喂, 去到那里会穿的, 那当然会啦, 那当然有机会啦, 你会问, 那又会怎样解呢, 那反过来, 就好了, 就好像这一段时间都所说, 在24000, 25000, 升到上来, 3万, 升到5000点, 基本上都没有大调整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30,000点附近, 整数关后, 去开些空仓的, 所以, 估计是估旗子好, 还是买红镇, 都会有, 开始越来越多人去做这件事的, 那做的时候, 没有的, 这个市场, 大哥, 是沙漠战场来的嘛, 那当然要, 杀杀你这班这样的, 空军先啦, 所以, 你要那些大庄街, 你要卑鄙这班人, 那你升穿3万点, 这些大整数关后, 有什么奇怪的, 可能才是302,303, 这样才掉头多不奇怪, 不过, 因为我们一直在下面买上来的话, 去到3万点都已经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我是淡油来的, 一直以来都是淡油来的, 但是, 自从这个, 去到这些位置之后, 我都转回了身, 一路叫大家去买, 买回, 即27500之后, 我都一路叫大家买, 就不是叫大家卑鄙的, 就是, 我买了, 三万点, 大佬撇啦, 2500点, 收货啦, 不要太贪婪啦, 所以, 目标, 29880至3万之间, 如果你是看好的, 去到这些位置, 那就是食股啦, 你都一定, 有钱赚啦, 至于, 除了这一只之外, 除了大市, 是恒之, 另外一只很紧要, 我觉得, 影响港股的, 就是这一只, 上证, 上证, 你看我上一集, 你看回上一集的, 3月18号的节目, 即是当然, 付费会员, 听到我的弟子啦, 那一集, 我都说得很清楚, 这个上证呢, 还在做一个奇形的, 结果真是的, 今天呢, 这个奇形, 终于, consolidation突破了, 终于突破了, 好有趣啦, 礼拜五, 这个就是上证的图, 你看看, 礼拜五, 亦都是被那条EMA托得很漂亮, 之后, 出些阳烛, 而成交量呢, 是突然间上升的, 就是比先前堆下来, 那个调整大, 上一个礼拜, 3月18号, 在这个, 现在我站在这个位, 是我曾经提出过, 说, 上证是有点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当它创了两次新高的时候, 两次新高的顶, 成交量是在跌下去的, 这个不是一个好事, 接着那几天是出了阴烛, 就是出了几支阴烛, 跌回去, 3000点的水平, 而成交量呢, 都是赔高的, 直至上星期的, 3、4、5, 有改变了, 尤其是星期三, 星期四呢, 虽然是在低迷的位置, 不过呢, 比如, EMA托得很好, 接着, 最关键的就是星期五, 最关键是星期五, 最关键是阳中, 阳中还加上成交, 当然它的成交当然没有, 这个, 刚才恒指那么英俊, 就是那个上升的比例, 就是, 上升就没有恒指那么英俊, 但是, 今天呢, 上升终于就, 列口高开, 就升穿, 现在你看到, 我说这个旗形, 这个是旗形上升, 上升期, 那期的高度是2802点, 好, 今天由这个旗的底, 在一路线上的目标价, 如果上升呢, 应该毫无意外, 第一个目标是3324, 3324, 3324点, 如果在3324的话, 那你说恒指还会受惠呢, 那当然会受惠, 是吧, 所以, 就是, 就是, 在, 上升, 就是以一个Benchmark来说, 是会帮助到, 这个礼拜呢, 恒指希望可以创到新高的一个, 就是, 巨大后盾, 那希望成功了, 那另外一只呢, 就, 都是帮助到, 这个恒指这个礼拜再去行高一点, 就是道指, 道指在顶位呢, 由那个底位, 跟着, remind me later, 由这个21,700这个极低位, 一路出洋粥, 上回来, 那今次呢, 在顶到呢, 其实现在开始, 做着一个三角形的consolidation, 那三角形的consolidation, 是, 在consolidation里面, 最正的一只, 三角形, 那就是triangle, 如果真的突破的话, 道指是, 有权呢, 是再创新高, 因为如果他成功的话呢, 他会, 是, 做一个头肩底出来的, 这个头啦, 这边左肩, 这边右肩, 回来右肩底, 一浪高于一浪, 那就, 在这两个星期的变法看到, 虽然他曾经, 上个星期, 初杀了下来, 不过, 又上去, 那所以, 如果这个三角形, 是突破的话呢, 再突破这个, 这么巨型的头肩底的颈线的话, 那就, 到此之后, 余脱疆野马有机会呢, 所以, 这个就, 上证的有形态, 道指未破的, 上证破了, 恒指的, 仍然是朝向目标进化, 所以, 几样东西困在一起呢, 恒指是, 我都挺有信心, 再继续看高线, 那就, 大家可以, 留意, 快点留证啦, 找一些斩头架, 杠杠大那些, 趁现在要爆的时候, 就老虎动它啦, 不用跟它客气啦, 好啦, 可不可以, 大致上, 恒指整个大图画, 加上上证, 加上道指, 大图像就是这样, 至于过股方面, 不要讲过股, 先讲一下这个, 还是先讲恒指, 先讲一点点, 好啦, 恒指, 如果恒指, 我假设间, 升多几日, 升多一个星期, 当这个是四月头升, 升到它的目的地, 其实大家, 如果你炒基础分析的, 都说, 当然啦, 中美有机会达成协议, 其实, 我就觉得, 正正当这个协议一出来, 达成协议的时候, 就应该就是, 股票要倒的时候了, 正如所讲, 所有好消息都出了, 连这个好消息都出了, 我还想问人家, 找些什么好消息去炒这个市, 当然, 以中国股票, 和香港港股, 香港港股为例子, 人民股为例子, 人民股为例子, 所以, 去到四月,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四月是很怪的, 你可以先甜后苦, 我觉得, 应该是先甜后苦, 即是, 头两个星期, 大家应该都开始疯狂了, 因为, 就要利益网了, 所以, 可能你会头这两个星期, 见到行指, 真的会满上三万点, 满上三万点之后, 大家一中, 就觉得, 无限相机, 这个经济复苏, 跟着, 就大牛市, 到时候, 专家又出来说, 现在是牛一牛二, 牛一牛二, 牛一牛三, 第一, 牛一浪成功了, 当我们跌下来的时候, 第二浪调整, 我就去奉断, 大家不要相信这些, 因为, 如果你纯粹用基本分析去看, 如果是中美能够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基本上, 就所有好消息都出来了, 因为你看回, 其实整个中国那个, 连李克强都, 你知道共产党就不会去, 通常都是保余不保佑的, 连他自己都可以在两会里面说, 说, 未来都是严峻了, 大家要立在库头准备定的时候, 那就是说, 形势, 当然不行了, 那些企业的形势, 第二就是, 除了这个, 这么简单的逻辑推理之外, 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始终, 现在很多地方债, 那个, 已经刺激, 不是地方债, 就算是, 大陆国债的GDP的百分比, 都超过百分之一百的, 不知百分之一百三十几, 是危险的, 那这个呢, 你一旦不爆不由自可, 不爆不就无数, 爆不就像希腊那样, 好像当时欺猪那些, 所以会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要小心, 4月是一个, 就是今天4月1号, 第一天, 4月就, 你一定要戒神恐惧, 先甜后苦, 我觉得应该是, 有机会是这个pattern, 那我就, 你一申报, 如果买了, 我买了股票, 我都会去到那些位, 之前, 就会平八成的, 到目的地, 基本上平了, 平了之后, 我不会再买, 短期都变, 即使它再升的话, 我都不会, 不一定怎么买股票, 除非个股个别, 都会考虑, 但如果很指数成份股, 就不想它, 危险了, 好了, 上两个礼拜前, 就选股了, 选了几个, 选了1,2,3,4,5, 选了5个, 做得最好的, Dorani, Dorani我都在Facebook post出来, 我加住了, 一个807, 另外, 884, 884, Hook fight我都不需要, Hook fight跟我贴出到现在, 没什么升跌的, 大家看看上台先, 一只做得很好, 6865, 这个玻璃, 是福来玻璃。 玻璃就差不多, 曾经予计osition后, 几天就升了11%, 还几不错, 884就平手, 123Dorani就升了7%, 另外呢, 另外两只就不选了, 一只是2198就打了一把, 2198已经输了,输了几架,输了几架就走了 即是打到我买的时候,建议你买一个stop loss 另外一只是1206,虽然1206就没打,不过都是不动 正如你有看我的节目,我都经常跟你说 不动就走了,如果你买了下去之后,那几天不动就走了 另外一只呢,上个星期是波斯登,3998 今天几只是一些教材料来的 这些教材料,我这一节就跟大家讲一下 分别是上个星期一路建议买的1233,596,3633,3998 这几只呢,上个星期的表现是值得跟大家review一下 还有是一些教材料,教材料除了大家听红号之外 你如果能够可以学到里面的小小的竅门也好 好,组织就来了 好,那就先来之前,我先去Facebook 我去Facebook看看那几只是什麽 不是这部去Facebook,我错了,是这里来的 没玩两个星期是这样的,差不多了,无聊一下我了 好,Facebook来的,好,这里来看后面先 在两个地方我会post一些股票,当然这麽小粒子,你看得很辛苦 我读给你听了,这个就是我中金三合证,中金三合证券里面 我们一个星期会有很多人post出来的项目,就是在哪里买,哪里指示 你跟着就只赚一些自己决定,因为常常说赚多少,我不知道赚多少 指示那些就破了那些位置一定要走,所以我们会post出来的 3月18号上一集的节目,3月18号那天就post了2198,1206,刚才说了两个结果是怎样的 那除此之外呢,就post了486,那四八六的俄女,我说过是我们捉她的旗形再爆上去 再弹,所以放指示,放三个四,很短的,但是拨她是那个旗形的底,冲了一会儿我都会讲俄女 因为这些只是翻出来的,这些先前升了几成的,你们有看节目都知道这些都挺肥的 19号post,接着就是308,3月25号,另外就是2601,2601,接着就是3月27号 这个有意思了,Felix,应该那天就是3月27号,她就说这个Doregb月收一月收我自己 经常觉得它有旗形上升,我都再post出来给大家,旗形突破了,要再入市了 我都在Facebook再跟大家讲,再通知大家再加注,这些我稍后也详细再讲,挺有意思的 我可以review一下Felix的问题,大致上这几个是在我证券那边去post的 另外就是在陶标害人的网页,陶标害人的网页呢,当然就… 登登登登…入那班蛾女的例子,跟着就是… 两天前危机已过,3月29号的1点钟,那天就是上星期五的1点,那时恒指还未收钱 就是说之前我刚才所讲的危机,就是说恒指上星期一刹下来夹单,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不再跌下去,星期四基本上那危机已过了, 这个就是在那天就post出来,如果危机已过,所以我自己也托下去, 就是恒指上星期五的1点,就是这样的,3月27号,之前都是谈论的 可能我去…3月26号那天就81了,中国海外围扬, 这个就在我们很多集节目都…1月29号开始叫你买的, 那时3.1而已,1月29号,81了,终于很霹的地,爆得很高, 升了很多%,这些朋友真的买了,非常之好, 那天就是恒指有暗中,26号,我就跟大家讲, 之前也是讲月秀地产,那天就先讲月秀先,既然是这样, 有会员问,1,2,3,上星期五呢,所谓上星期五, 就是两个星期五前的话,就出现一条长的客户, 已经写成交流比较大,但始终收起了一条阴烛, 那请问上星期五,这个阴烛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那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开回这个月秀, 月秀呢,是出现了两个星期五前,出现了阴烛, 那我的答案呢,就是, 但是呢,虽然是出现阴烛, 但是呢,星期五的收市, 都是在平衡通道,即是那些旗营, 那些旗的高低幅度里面,没有跌穿, 就是没有收在里面,上面,或者下面, 就是那些选择, 那接着呢,我就回答他, 未必需要太悲观, 至于阴烊烛,大成交当然不好事, 因为如果出现阴烛,大成交在浪顶上出现, 那应该不好事,派火嘛, 就是当涌上的时候,唱到很好的时候, 整条街不停唱,说不买这些股票老陈的时候, 跟着在顶上,跟着呢,那些大庄家, 就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 不停地,不停地, 然后掃它上去, 掃那些货,那些庄家就脱手了, 那不是很好事,当时呢, 所以在浪顶,出现那些长阴烛, 大成交,那当然不是很好事, 不过这支, 这支阴烛呢,是很有趣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影线的部分, 比它实体的部分,是高很多的, 跟着呢,我就再说, 好了,又是那句, 单看一,两支阴烛烛, 除非是在形态的目标出现, 上场影线, 例如今次行指, 如果到了三万点附近, 出现场上影线的阴烛, 或者起樱, 真的是起樱, 一个gap up, 除了起樱之外, 也叫做reversal island, 其实, 那就出现了那些, 否则呢,单独的阴烛烛, 单独的棍呢, 其实呢, 不要过分解斗,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在一个声势里面, 你不是到那个形态的目的地, 又或者你不是看到它, 在很多动力指标里面, 开始减速, 而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出现了两支阴烛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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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烛 例如之前的实体的吞噬军 你看死了 当然要玩完了 吞噬完之后第二天再升上去 就是在一个有动力的市场中 只是出一支阴阳烛或者一队阴阳烛 未能够改变到整个局像 因为你这么巨型的形态 是存了很久的能量才能够做出来的 而这样的能量不会因为一支两支的阴阳烛 是要来改变的 尤其是在指数 外汇 难的 各估不同 各估不同 因为你需要的资金不是太多 才可以改变到市民 但是如果你是指数的话 或者是期金的话 期有的话 其实是相对难 好了 月收Dorevi 又说了这个奇影结果是怎样 大家不用看了 不用说了 奇影当然是Dorevi 当然是继续上升 今天收1.92 多不错 今天最高上去1.9.5 好了 上星期这个逐一支高呼 我跟大家讲 第一支 先讲了不中的先 这些人经常说 你讲中的不知不知道 不是的 不中我都讲的 上两集不是曾经死的很惨的 我都照讲的 中的不中的不中的 有没有所谓的 好 2.198 等一下 很快 好了 2.198 上星期 即两个星期前的节目 建议过这些 2.198 当时在做2.3 指舍位已经起了 那时候指舍位 应该是 放在2.1左右 上星期已经起了 第一支输了 第二支 1.206 1.2806 这支没有起止舍 不过建议过 1.43 没有起止舍 今天都守在指舍位上面 又说一句 大挥的选择 不用选择 不走不动 不再去的就撇了 不用想想 不用想 转另一支 不用想想 这两支是不动的 这些是不动的 但未兮都指舍 第三支 刚才说了 1.23 1.23 再看一幅图 1.23 建议买的时候 1.82 刚才1.905 因为旗人上升 旗人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上次我所讲的 例子的旗人在这里 顶上是墊嘴的滑 底下是墊嘴的滑 底下是墊嘴的滑 拉过去 然后升破 旗人突破了 上星期三突破了 四五 今天再上升高 买了的 继续持有 只站位 只站位 可以放到1.8.5 跌穿1.8.5 就只站离场 1.8.5 就可以了 好了 下一支 就是884 884 旗徽 上一集建议 你买旗徽 5.9 现在收在附近这些位 旗徽徽图 还是很漂亮的 平均市 45度慢慢上升 因为上一集 我跟大家说过 在内房股 整个行业里面 都是挺厉害的 包括奥元 月秀 刚才说的那些 这些地产股 都仍是受惠的 所以你买了 那就慢慢死 虽然是赚了一两格 建议你买的时候 不过你的指示 可以放在5.3 将它移高一点 放在5.3 就是说 跟你入市价 输几毫子 就好走 但是如果不是 就等了 希望可以再爆高一点 另外 做得最少 就是选股 除了1.2.3 做得好之外 就升了差不多 一成个外 就是6.8.6.5 6.6.5 上两个礼拜 建议你买的时候 是3.8.1 过了几天 一个星期内 上个星期初 最高上个4.2号多 4.2号半 算了一成很多 挺不错 买了照舊 不过你那个指站位 可以调一调调 就是这个6.65 6.65 你可以将它 改高一点 等一下 6.65 你可以将那个 stop 就放在 这个 3.7 放3.7 即是不跌穿3.7 跟它捏多一阵 跟它捏多一阵 OK 那如果买了 赢了钱 就等它放高一点 放自腰放高一点 等它 另外一支 就是上星期经常说的 好东西 波斯登 帅哥 波斯登 好东西 波斯登 我们在这个水平的时候 一路叫你买的 突破奇形 波斯登 3998 好了 好了 这个东西 留意一下 这个建议你买的时候 大概是 1.68 1.69 现在已经1.92 升得这么高 今天最高1.97 好了 留意一下 一样东西 虽然是 奇形上升 很厉害 不过 你看到最近 这个急升的时候 已经开始下跌了 这个就是 虽然我们的主观期望 现在越升越高 但是我们都要 为什么要技术分析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客观点 看到图像 图像就是说 波斯登 是上升 尤其是这些对上的4个交易人 不过 成交量跌得很快 那就是说燃料不足 平仓是时候了 这件事就建议了 建议你平仓了 行不行 那当然了 明天升到2元 凌作别论 但是纯粹以技术来说 就可以考虑平仓了 这件事算是这样的 这件事很理想 不是算是这样的 这件事因为我都有 新报这件事我都有买的 也都是平仓仓 好 接着下一件事就是 308 这些是先前一、两集节目介绍的建议的 那就是 308 哎呀 308 重器 重器建议买17.5.8 今天是16.6.8 那这就还没有上次叫你的止蝎 都止蝎不变 那就放上次建议买的位置 不过你记住 又是那句了 那麽多东西走 那我买走那些 所以如果是的话 输少少 应该第二节听完选股的话 就可以考虑了 另外一定要讲一下 就是蝎女 486 因为486 之前真的 披力到不披力 赢了几成 是不是 那蝎女呢 如果Felix在这里 众朋友有买这只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的时候 叫你买一些 大家可以占这个位置 因为 这一浸 由这里 我们叫大家买的时候 两个几个时候 急升这一浸 基本上拎掉了 拎掉了之后 在这些位置 搏去做一个奇形 再向上 你看不可以 是我们这样搏的 但是搏不到 只要输几格 跌穿个底 就要走了 那这只跌穿了 3.4.0 这只不要再化木 忘记 拿走了 看都不用看 想都不用想 你还没走 我就告诉你 我一定走 就是拼不到就算了 好了 另外一只就是 1223 这只很有意思 这只3月18日叫你买的 3月18日叫你买的 这只 还没启过指示 一直升到现在 还在创新高 今天是16.8日 这只指账位 你将它推到15元 推到15元 可以吗 这只指账位 推到15元 不然就等它再飘高一点 这只都算代表作 另外一只呢 我觉得 这只上一集 这个节目呢 就叫你撇的了 就是 596 596 上一集 在这里的时候 叫大家走 有没有印象 是吧 为什么呢 你自己看回节目吧 因为上一集说 这只一定要走 因为这个已经到了形态的目标 到了形态目标之后 你不走 上次已经是这只阴烛来的 在顶上 创新高 出一只阴烛 上次在这只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这只棍子 不走 第二天 跟着那几天 都给它 所以呢 这么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这 做节目那天 就是告诉你 你必然要 纯粹信阴烛 或者信阴烛 信阴烛 你就应该 差不多了 要收割 结果 还加上大成交 这只阴烛就是 刚才我说的 那个案子 就是这类似的 这个案子 顶部出了大转的阴烛 而大成交 通常都是善众敲响了 就是这只 596 之前很威武的 大家还记得 都升得挺多的 浪潮 这个浪潮 因为我们建议你买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位置 浪潮 596 好了 1233 另外一只都是教材料 刚才我所说的 有几只教材料 另外一只就是3633 这只呢 就是教材料 为什么教材料呢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就是类似蛾女 是吧 升上来做一个奇形 在这里的时候 建议大家去拨它 再爆上去 就是升上来 consolidation 再向上升 只剩很容易摆 就是摆在这个 这个底下就是了 结果怎样 跌穿了 哨水 老虎散 输三格四格都走了 是不是 不走怎样 不走就继续刷下去了 是吧 所以 就是技术 看一幅图去炒技术 真是有个好处 就是因为可以 给你这条guidline 究竟 什么时候入 什么时候出 这个才是一个很紧的 的information 现在information 就是帮到我们很多 做投资的时候的决定 因为如果我纯粹 看基础分析的话 死了 那什么时候才吃 你怎么知道 等到下个业绩期 出业绩的时候才搞 一元都一份 另外就是代表了81 81 三格一的时候 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买 81 哇 其实我都很伤感 81 81是我一个 没办法 没那么多钱 没理想都买齐了给我 给我种了一只 那时候 种了一只银河 狠狠地 俄女 是不是 跟着上个两个星期的 重庆农业银行 重庆银行 那只 那只我打和走了 那只 那只 这只 中国海外云药 因为它是大窩底 上次 上几日节目 你都听我说了 近期 就是说近期 就是二月头 三月头 是发生了很多 这些窩底形态 你看到我箭咀在那裡 一直窩 窩 窩 窩回上去 不是窩回上去 在顶上 你记得我说过 今天就是窩回上去 这个顶 先前上两星期 这一只大洋粥 就窩了上这个顶 是吧 它有权再窩 窩了上这个顶 所以呢 这些形态 都挺promising 有一次见证到 如果是这些窩底形态 窩底形态 在一旦的时候 二 单边市 基本上 都 挺promising 挺安全的 另外 做得很 比较不错的 就是 就是 八八三 海油 因为有很多建议,很多集里面留意原油 我都说原油是要再向上挑战高位 所以要留意海有,海有建议买13.8 我们在证券那边有个Jessica,不怕我叫她的名字 也叫她买了,13.4买了Jessica 现在13.8就叫她平宅仓了 希望转另一只,因为这只都到了通道顶部 所以先让它休息一下,建议买了14元第一次 大致上这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由上一集节目所提供的那堆,再加上之前那些 就到了现在,还有另一只,非常好的 那一只之前有介绍,但今天选股又爆出来 刚才在我们的Facebook那些post 应该是第二节,选股环节呢,今天有几只呢 今天其实有九只,但是有四只就特选 OK,稍后第二节见,稍后会发出第二节的连结给付费会员 OK,休息一会,稍后在Facebook发出连结给你 OK,OK OK 谢谢大家